看節目《拿禮品》 觀眾只要留意今集《孖寶天地》的節目內容 答對節目結尾的問題 就有機會可以獲得 原學家黃鎮宇師傅送出 《黃鎮宇2011途年開運天書》一本 大家好 各位爸爸媽媽 歡迎收看《孖寶天地》 我是Miva 梁卓仙棉花 眼睛是人體當中一個很重要的器官 如果保護得不好 令到眼睛受傷有病 就會妨礙視力甚至失明 會影響日後的工作和學習 所以都頗重要 護眼之道 今集會跟大家說 有關於兒童常見的眼科疾病 以及如何保護我們一雙眼睛靈魂之窗 各位爸爸媽媽 要和小朋友一起看我們這集《孖寶天地》 再一次多謝周文明醫生 跟我們一起繼續講解這個護眼的心得 多謝周醫生 多謝你們 上一集我們會說到 兒童常見的眼疾病 周醫生跟我們講解 都會有關於眼皮上的症狀 今集我們會說視力那方面 會再影響視力更多 例如還有什麼常見的眼疾病 和我們去瞭解一下 對呀 因為上一集我們也提到 只是一些眼皮 其實有些常見的 就可能會是 譬如說 邪視 弱視 或者近視散光 即是內在一點 在眼球方面會出現問題 真的會影響到視力 嗯 剛才說到邪視 邪視是否我們經常見的 所謂的鬥雞眼就已經叫做邪視 是的 鬥雞眼是其中一種 另外有些所謂的外邪 全部都是屬於邪視 這樣會影響外觀和視力也會影響到 即是說 會患有邪視的小朋友 其實我們一眼會看到 他好像眼睛的瞳孔 即黑色眼珠的部分 好像走了 那些都可以稱為邪視的問題 不如我們看看一些症狀例證 跟大家了解一下 我們看到這幅眼睛叫邪視 有分為真假邪視嗎 其實邪視也有分為真假的 假邪視是很常見的 很多家長會帶小朋友來看我 說醫生 拍照的時候 總是覺得我兒子或女兒的眼睛 會向裡面走的 其實這是很常見的問題 去到我那裡 我會跟他們說 做完檢查 會跟他們說 其實這是假邪視 怎樣分呢 一般普遍說 家長的層面是比較難分 但你這樣看的時候 你會發覺 這個嬰兒的眼睛 但當我們用電筒 一照下去的時候 你會發覺 其實他兩點的角膜 反射是否有兩點在中間 你一看到 其實他分佈得很平均 在眼睛中間的話 其實這些就假稱為假邪視 因為他的鼻樑比較扁 皮膚還未生得好 你會看到他比較分開了 所以就令到有個假象 好像兩隻眼睛向來 只不過是中間 鼻樑比較闊 如果他大過兒子 可能鼻樑又高一點 那會不會 沒有感覺有邪視 這個問題 會的 因為越大過兒子 鼻樑就會高一點 這個現象就會慢慢消失 很簡單 就算是父母做過實驗 就是用手指 輕輕地捏高一點的鼻樑 捏上皮膚 你會發覺眼睛看起來好像比較直 這些就是假邪視 但當然 最好在分假症之前 就讓醫生看看 最好 對 假邪視原來也沒有什麼問題 這個主要是正常的 不用擔心 好 我們繼續看一些 叫做真的邪視 這個內邪視 這位小朋友 你見他了 很明顯 右眼看著大家 左眼看著大家 左眼看著 有一半的黑眼珠 不見了 這個其實是真的內邪視 我們做完檢查之後 發覺左眼真的走進去 這些就是需要處理的 因為如果你不處理它 只用右眼看 左眼就會發展成弱視 我們稍後會看一看 藥視 這個題目 即是說邪視眼 會一邊看得清楚 一邊真的會弱一點 會的 會的 因為右眼正正看著 我們那隻眼就是主力眼 左眼就因為 看著時側了 被視力不清添 長遠來說 發展到他直接不用 就用右眼 左眼就會變成弱視 原來是這樣 那究竟怎樣去醫治這個邪視 例如這個小朋友會有什麼方法 看到他立即戴了一副眼鏡 咦? 戴完這副眼鏡 是的 普遍來說其實邪視分開幾種成因 有一些是因為他的屈肝 即是俗稱軟視或近視 令到他本身的眼球需要做一些調節 就形成了有邪視的現象 另外一些就是所謂的邪視 其實本身是肌肉有問題的 那些就需要做手術 這類型的照片 其實本身是有一些很深的軟視 那你會看到他戴了一副放大鏡的物體 咦?眼睛就直了 左眼 其實就是因為他是很深的軟視 戴了眼鏡的邪視就改靜了 即是用一個很自然的方法 配副眼鏡 是的 就立即可以看到效果 對 對焦 美女了很多 對 就立即看直 但如果除了副眼鏡之後呢? 除了就會彈進去 噢 所以都是暫時升 是的 所以長期升 這個小朋友都會戴眼鏡 是 那有沒有邪視的個案 戴眼鏡是無用的? 有的 這位小朋友的內邪視 其實本身是肌肉的問題 所以這是一個需要 用手術來根治的內邪視 嗯 做手術 才可以做到 做了之後 看到這個小朋友 對上位了 是的 立即看上位 眼珠兩隻都在看著我們 做完手術之後 一般來說 其實大部分的邪視都可以跟著 是 就不會再復發 只是小部分小部分 大大下可能會再多些 到時候再看情況 再因應大家家長 或者小朋友的意願 再做 嗯 所以 當然做眼部手術 不會說家長想做就做 都要看醫生 去判斷 這個小朋友適合大眼鏡 還是需要做一個永久的手術 都要交給醫生去處理 大家配合 看看到時候小朋友的情況 再商量一下 需要不需要做 是 好 明白了 接著我們再看看 這位小朋友 患有外邪視 是的 你看到這個小朋友 左眼眼皮比較低 我們姑且不要說這些 但你發覺其實左眼 原來是走出去的 是的 所以這位小朋友 我們檢查過之後 都發覺其實他需要做手術 我們結束後 都跟他做了手術 你看到 左眼現在其實直了很多 是的 其實也重要的 有些邪視 你發覺去到這麼大大的時候 可能左眼已經弱視了 例如這個小朋友 病人或者家長就會說 我這個時候才做這個邪視 手術有什麼好處呢 去到這個年紀 因為八歲之後 或者八歲之前 是一個黃金旗的眼睛肺肉 如果八歲之前 不處理得好就會弱視 八歲之後 去到這位小朋友 十歲 眼睛的視力不可以矯正 這個時候做這個邪視 的警察手術 純粹都是一個 心理和人際關係上的矯正 因為剛才我也提過 其實邪視有些小朋友 可能會被人笑 他們會怕接觸別人 對於你日後的成長 其實都很大的掌握 所以做邪視手術 另一個目的 其實我們所謂的外觀上的矯正 其實都很重要 不是說是視力 所以要做手術 都要把握時機 矯正的時候 都要把握時機 越小做會比較好 沒有那麼快 有這個弱視加三公視 之前做了它 穩妥很多 我們繼續再看 除了說邪視會有左右偏邪之外 我們看到這位小朋友 會有垂直性的邪視 對 這幅圖片 其實右眼是低一點 左眼是高一點 對 變成上下 就像卡龍片那些公仔 這些都是做手術的 如果戴眼鏡 一般都檢証不了 即是戴眼鏡只可以左右 對 主要都是左右 左右的邪視 垂直的邪視 一定要靠手術 去跟視 我們再看看這個弱視又會怎樣 剛才我提過邪視可以引起弱視 在香港最新的香港衛生局的報告 現在香港大約有2-3%的小朋友患有弱視 弱視的定義是什麼 弱視的定義就是 無論用任何方法矯正 例如戴眼鏡的方法 都不能將他受損的視力調回正常 為之弱視 而他本身我們檢查過眼睛是沒有問題 譬如是沒有先天性的白內障 或者其他問題 在正常眼睛之下 視力都受損了 我們都稱為弱視 原來是這樣 那有沒有辦法去治療呢 治療性就要看回他的成因 一般來說都是分開有四種 如果本身是因為度數的問題 我們就可以戴眼鏡去矯正 像剛才那位小朋友 戴眼鏡去斜視就矯正了 或者有些是因為先天性白內障的弱視 我們當然也要做手術 拿走白內障 就可以令到他看視野好 如果本身小朋友已經有弱視 我們又會如何再進一步處理呢 就是所謂遮眼 遮眼 遮眼你見到這位小朋友 右眼黏住了 左眼你看到他的眼珠 我們其實是一個訓練式的治療手法 理念就是 你遮住好眼 左眼是一隻弱視眼 我們就要逼他 只用左眼 弱視眼看東西 變成像你訓練肌肉 去舉重 每天都是這樣做 希望左眼的弱視眼 就可以追回右眼的正常水平 這樣就可以訓練他的能力 就是弱視的能力去加強 對 我們遮眼的長度 或者時間性 就好看當時的小朋友 視力水平有多差 有多好 也要看他本身的年紀 分長短 除了說有弱視之外 其實近視、軟視 那些算是哪一種疾病 近視、軟視、散光 這三種 都是統稱為屈光不正 是什麼屈光不正 我們看看圖片 解釋一下是什麼 你看到最左邊的一幅平光 就是當病人完全沒有近視 沒有軟視的時候 光就會通過角膜 會投射在視幕膜上面 很清楚看出來 但是如果病人本身有近視 角膜跟眼球的長度不配合的話 光就會投射在視幕膜前面 等於近視的 如果反過來 投射在視幕膜後面 就俗稱為軟視 這兩者 其實大家共同的相同的 效果 都是說 視力不清楚 視像是漏了 這些都是一個不好的 如果父母不知道有近視或怨視 過了八歲 又沒有矯正 就會發展成為弱視 究竟屈光不正的矯正方法 又有什麼呢 其實現在屈光不正 我們最主要的方法 例如近視 我們一般都是配戴眼鏡 眼鏡是主流的 最重要是配眼鏡前 找合格的驗光師 甚至眼科醫生 配戴眼鏡 另外 現在我知有些父母 可能會想 小朋友有沒有戴隱形眼鏡 其實隱形眼鏡 我自己就不主張太早了 起碼要成年之後 或者他真的可以處理到隱形眼鏡的清潔 我才會建議他們戴 還有有一種就是做激光矯視 那方面 有沒有說小朋友都可以做的 激光矯視 暫時來說 我們都建議起碼要18歲 原因是 因為小朋友的眼睛 都發育得不完全 各模的弧度 可能一直在變 道數又變 其實做出來就不是準確 所以我們都希望他們定了一些道數 成年之後我們才做的 原來是這樣的 太小了 我們不主要 講開現在香港的小朋友 很普遍小時候已經 四眼仔、四眼妹 通常見到周醫生 你見到現在普遍 平均多少歲 現在小朋友需要戴眼鏡 其實都很廣泛 有些很小的 可能兩歲已經需要 兩歲戴眼鏡 對 我見到那些很小的都兩歲 甚至是再早些BB仔都有 但這些情況其實 都算是越來越普遍 成因很多 先說近視 現在醫學報告 都發覺近視可能是一個 所謂multifactorial 不只是先天性 是很多種成因 先天加後天 例如有些爸爸媽媽 你發覺他們很深近視 生出來的BB仔、BB女 很大機會 日後都會發展到有深近視 當然也反過來 有些父母可能沒有什麼近視 為何我的BB女或BB仔 這麼深 這些可能是後天有些關係很多 是的 我們想回 我自己也是 我爸爸媽媽其實沒有近視 但我們幾姐妹每個都有 很大程度上 當然是後天形成 是的 因為香港人口密集 住的環境可能比較密 加上小朋友 現在的教育制度 要迫使他們很早 需要讀書、寫字 其實這些很近距離的 strange 我們說要迫使他們用這些眼力 就會令到他們的眼部發育影響了 所以有什麼方法可以預防呢 首先我們說一下 邪氏有沒有預防 邪氏普遍來說是沒有預防 因為很多時候都是先天性 只要預早及早 發覺它的存在 要去治理它 其實是OK 沒有問題的 有些其他的都可以預防 例如近視、遠視、散光 這些就要配合 因為剛才我提及過 其實遠視、散光 有一部分是遺傳性 後天當然自己也要互利 所以你可以減慢 或者阻止發育的群體 所以我們更加要說一下 這個護眼之道 又是周醫生 通常小朋友看電視 最重要的是看電視 下午又有卡通片看 或者爸爸媽媽租回DVD 在家裡有一個私人影院 小朋友說一定要關燈 又或者電視機現在很流行 闊銀幕的 很大的私人影院模式 小朋友就會站得很近 很前 真是叫做聞電視的 足以為 這個大家都知道不好 但有沒有距離 應該要知道 小朋友站在哪個位置 電視機就要有多遠的位置 才是一個健康正常的距離呢 一般來說 其實三尺或以上 其實是為之一個適當的距離 所以如果你家裡環境許可 當然遠一點就好一點 因為始終你太近 剛才提及過 就會令到眼睛的肌肉不斷收緊 不懂得放鬆之下 就會慢慢長期形成了近視的情況 所以電視機所令到我們近視的原因 因為去年代那些就說 有幅射 會射到眼睛會有近視 但有些就說 是因為你近視才有近視 究竟醫學角度 究竟是不是電視機 或放幅射就會令到我們有近視 其實主力也是因為距離問題 現在小朋友最喜歡做什麼 打Gameboy 打機 控制 或者做功課控制 其實這三樣東西 主要都是令到現在的小朋友 為何眼睛越來越容易 有近視有問題 也是這樣 是的 玩手機 手機也可以玩到遊戲 所以控制得很近 不斷玩不斷玩 總之用得多近視的力量 壓力就會形成這個緊視 所以做功課也是一樣的 我們也會推薦 一般做功課 不要做太久 例如做30分鐘 可以讓小朋友出去走一分鐘 或者兩分鐘 繞個圈回來再坐 再做 長時間做始終會有影響 如果不能繞個圈 可以有什麼方法 如果沒有的話坐定定 可以看遠一點 可以看遠一點也可以 例如看窗 或者看進去房間 總之不要長期 對著功課做就可以了 雖然小朋友可能很勤勵 在這兒 謎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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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爸爸媽媽 看到這麼廢診忘餐的小朋友 除了讚賞他之外 都要讓他適當地放鬆一下 叫他去廁所也好 讓小朋友離開椅子 去看其他東西 令到他的眼睛壓力沒有那麼大 也可以預防到視力問題的發生 除此之外 還有什麼心得可以教到家長們呢 營養方面當然很重要 因為始終到現在 現代社會其實偏食 尤其是很多食物 其實已經加工過 其實很多營養都在食物中流失 所以我也建議大家家長 如果可以的話 當然不要給第一 小朋友偏食 例如只吃薯片 什麼炸薯條 當然不要 另外如果可以的話 當然吃多一些新鮮的生菜 蔬果食物就會好一點 有沒有說什麼營養成份 特別令到眼睛更加精靈呢 因為近來很多時候 我們都聽說吃藍莓 吃藍莓可以令到眼睛更加明亮一點 是不是真的可以 藍莓掃在醫學角度來講 其實做了很多文獻 到現在位置都不是太conclusive 當然大部分都偏向說可以好 也有很多都覺得可能5050 所以在食物方面 例如小朋友 我也建議他們吃一些天然的食物會好一點 如果大家都相信藍莓掃可以的話 其實買一些新鮮的藍莓 合成的藍莓 因為小朋友 我自己本人都不太建議吃太多藍莓掃 另外在食物方面 可以增加多些A 維他命A 維他命B 和維他命C 維他命A B和C 是的 還有 吃魚 我記得媽媽說吃魚對眼睛很好的 也會 蔬果方面 維他命A 例如紅蘿蔔 蘋果 那些也可以 維他命C 剛才所說的維他命C 橙 奇果 士多啤梨 士多啤梨 深綠色的蔬菜 都是抗氧化的 對眼睛很重要 原來食物方面 都可以保養視力眼睛的功能 對 因為始終維生素在人的功能上 佔了一個很重要的地位 不要忽略了 除了我們要保健之餘 也不要忽略 眼睛 不要讓他受到傷害 很多時候 小朋友可能拿著瓷波板糖 又或者拿著食物很開心 然後自己沖沖沖 濕水纜蜜地走 走走走走走 如果爸爸媽媽真的看到他 拿著帶有危險的東西到處走 都要阻止他 沒錯 因為除了剛才說的眼疾之外 我們也很常見創傷性眼睛的問題 例如兩個小朋友玩到興起 拿著筆 你插我我插你 我們曾經試過有些小朋友 真的因為這樣 眼睛被鉛筆插到 後果是什麼 大家可想而知 所以要做手術 眼睛的視力都永久受損 真的要小心家居意外 除了一個比較普遍的看電視之外 真的眼睛受傷都可大可小 有些朋友在坊間又會說 做一些健眼粗 可能看書看得久 都會說做一些上下左右望 其實這些動作都能幫助自己 鬆弛到眼睛的呢 其實可以的 因為這些動作 剛才你也提到 對於眼部的肌肉 是做成一個鬆弛的動作 所以剛才譬如說 小朋友做得久 甚至家長自己本身 有時對電腦或工作上做得久 其實可以做一些健眼粗 令眼睛的肌肉放鬆 也是長期性的好事 即是很簡單 總之督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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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督 對 變成眼部可以有一個鬆弛的活動 整身都可以鬆弛 手腳都可以動 做事做得辛苦 讀書做得辛苦 人是要多動動 亦都可以吸收多些新鮮的空氣 令到全身都是健康的狀態 單止是眼部健康 那麼簡單 我們說說說 首先我們要保護眼睛 除此之外 衛生其實都很重要 沒錯 因為我們上一集都有提到 往往忽略了 小朋友眼部的疾病 是靠傳染性的細菌病菌感染回來的 周醫生再跟我們說說 有什麼方法可以避免 如果剛才上一集我們提過 例如說 紅眼症的日子 例如說感冒、流感的時候 很多人都會加上紅眼症 因為這些是傳染性 其實是很普通的 當然一定要保護個人的醫生 染到之後千萬不要想著自己的眼、毛巾 可以跟別人分享 因為這些是傳染性的 洗完A再洗B 可能另一位小朋友 甚至於自己都會有紅眼症 互相傳染就永遠都不好 另外就可能要提醒小朋友 甚至乎跟幼稚園 或者小學的老師說 我小朋友有紅眼症 可能不可以上學 甚至乎剛剛好完之後 其實傳染性都還在 提醒他們 可能要留意他們 不要讓小朋友 讀來讀去 或者分享一些瘦跟仔、毛跟仔 所以除了家長 要給小朋友成長一個好的環境 都要灌輸正確的護眼知識 給小朋友保健的知識 給小朋友自己都要保護自己才行 要懂得保護自己 今天我們這一集的時間 亦都差不多 我們講了很多護眼心得 以及怎樣有眼睛 一看到他有問題 要及早找醫生去處理 千萬不要等到 眼睛可能弱視了很嚴重 才來見醫生 可能那個成效 都會有少少的影響 所以一定要及早醫治 再一次多謝周敏明醫生 跟我們的詳細講解 亦都多謝各位的朋友們 一起收看今集的《貓寶天地》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拜拜 文學家黃鎮宇師傅送出 《黃鎮宇2011套年開運天書》一本 根據今集節目內容 以下哪一種不是矯正 屈光不正的方法呢? A 激光矯視 B 滴眼藥水 C 配戴眼鏡 知道答案的觀眾 請透過iPhone和iPad的A Plus 510 Apps 在留言區填上 姓名、電話、電郵等 個人資料 再將主題選擇 看節目、獲禮品 再在下面內容空格裡 填上答案、節目名稱 和節目播出日期 最後按提交 那就成功參加 看節目獲禮品了 答案請於3月18日 中午12點前提交 名額有限 答對的朋友 將以抽籤形式 選出得獎者 本台將盡快聯絡得獎觀眾 記住每天貼著優質心舞台 大把禮品送給你們